Hello 大家好 我是桌遊菜鳥 我們今天要開箱桌遊 Aquatica這個遊戲 這要翻成什麼 深海王國嗎 還是 很漂亮的美術 我在艾森的現場也是被他的這個 很 怎麼講 很吸睛的這個封面美術所吸引到的 那這個遊戲其實也是一個 比較像是卡牌遊戲 因為 它是背景是我們是海洋王國裡面的這些 探索的人物然後 我們透過不同的人物卡打出來去探索整個海洋 然後產生資源得到分數 然後能夠 看誰我們能夠在這個海洋探索裡面得到最多的 這個資源然後能夠 對自己的卡牌策略達到最好的行動效益等等 這個遊戲也帶點一點神話背景 所以他的美術蠻吸睛的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背後 那他很特別的就是說 這個遊戲當初在艾森吸引人注意 就是他這個卡牌推進的機制 就是在這個 版圖的這個這個是公共探索區域 有人物卡 然後也有這個 各種的行動卡 那 行動卡他是會往下插卡部分把它插上去 然後 每做一個行動你可以不斷的推進 透過露出的這個圖表 來決定得到什麼 這個機制就是這個遊戲裡面最特別的地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開箱吧 來看一下他到底有什麼內容吧 Aquatica 這個是 讓人很期待的遊戲啊 我們來開了 1 2 1 好 我們已經放下來 好首先是這個 這個應該是 Token 我記得是回合指示 好 說明書 說明書不大本 印刷品質還OK啦 還蠻OK的這個紙的厚度蠻厚的 隱形這個一片藍的封面 好 4折的主板圖 讓大家看一下 4折的主板圖 其實 作為一個卡牌遊戲 這個就是 版圖其實不用也沒關係 主板圖 好 那這個主板圖呢 他這個上面呢 其實應該就目標啦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Token 這個Token 好 然後你可以隨機開局選定目標 然後達成他 下面就是卡牌候選區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接下來就是他很特別的這個 玩家版 哎呀 玩家版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他這個玩家版的玄機 什麼玄機呢 就是這個下面 有沒有看到那個 那個插槽 卡牌就是會這樣插進去 然後有 有 有那種露出來的圖標的感覺 好 我等一下說 有機會再示範 指示物 Menta 指示物 然後有正反兩面 是塑膠的 是塑膠的 但質感還不錯 我拿幾個出來 大家看一下 這幾個 好 正面 其實是海 這是 這是紅魚嗎 看起來蠻像的 好 那接下來就是 計分子 拿收納給你 然後接下來就是各式各樣的卡 Researcher 這個就是 行 這個人物的行動卡 好美術真的是蠻特別的 好 那這裡應該是行動卡 好 好 我們來拆這個讓他秀一下他那個主機制好了 因為我相信這個是 很多玩家會好奇的東西 好 好 好 我選幾張好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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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簡單看一下 好 我們選一張 好 他就是有點像這種概念 就是我們把哪一個玩家版 大家看一下 他就是 玩家版的正面是這樣子 那你卡卡牌拿回家的時候他也會這樣子 然後你會從這個下面 大家有沒有看到 從這個 下面這樣插入 那我要起來看一下 這樣子 然後你插進去之後呢 你每做一個行動他就露出來 有沒有 掉了 好 我們再試一下 就是 你每 插入以後呢 這邊會露出這個icon 那你每做一個行動他就會往下做 往下做然後解決resolve這個 就是 結算這個圖表上面的效果 你就會得到相對的 力量啊 或者是什麼樣的資源的動作 然後最後 這樣這個卡牌到這邊的時候 你就可以得到相對應的分數 然後你就可以把他拿起來 來 然後把他封存在你的寶箱內 好這個就是 很特別的一個卡牌的機制 應該算是他這個遊戲裡面當初讓人很吸睛的部分 這樣子 好 Aquatic Cup 到底好不好玩呢 在愛生現場裡面這個算是美術風格很獨到的遊戲 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好然後 其實這遊戲也是很特別 就是 在國外Reviewer的評價也是 蠻兩級的 很喜歡的人就很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不過這個出版社 他之前有一個作品 其實我是很喜歡 就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Smartphone 就是那個 智慧型手機公司那個遊戲 很簡潔 雖然美術 不是很 很好但是 遊戲性 我是蠻喜歡的 所以 這次我還是願意給Aquatic Cup 一個機會 讓我來想要嘗試看看 那到底好不好玩呢 等我玩過以後就知道了 那 我玩過以後 我來分享我的玩後感給大家 我是周圍菜鳥 我們周圍開箱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